胡威庸请朱元璋到家中喝酒 朱元璋走到一半 突然下令 满门抄斩 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明朝红武十三年 太祖朱元璋下令 将位高权重 追随他多年的丞相胡威庸处死 诸灭九族 光灭族还不足以平息太祖之分 他还下令自此以后 各四军接不准立丞相 若有请立者 全家处死 此言一出 也宣告了自秦始皇设立以来 延续两千余年的宰相制度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在各朝各代中 有时可考的宰相加起来 有近千余人 胡威庸便成为了 这千人中的最后一个 那么 胡威庸究竟反了何等滔天大罪 竟使朱元璋在前往他家的路上 就突然下令要将其满门处斩 胡威庸其人 胡威庸安徽定远人士 他是李善长的亲戚 在朱元璋攻克和周时 归附了红金军 并一路追随朱元璋作战 历任元帅佛奏差 知县等官职 明朝建立后 受李善长的吉利推荐 胡威庸于红武三年 升任中书省参之政事 红武六年再升右丞相 近左丞相 他的快速升迁 主要得益于朱元璋 与原本丞相杨县的时和 朱元璋用人喜用历才 所谓历才便是指 未必精通读书 反是却很老道的实干人才 杨县本人就是个很好的历才 但他性格强横 上台后多次打压各派人士 且几次向朱元璋禁言 李善长无大才 他的言行 引得已经告病之事的 李善长心有忌惮 最终他受李善长的弹劾 而被朱元璋所杀 杨县死后 相位空缺 胡威庸因其本人 也有利才之能 而得到朱元璋青睐 并借此机会 一跃成为宰相 出任宰相之时 胡威庸表现出了 极为奋进的一面 凡事皆谨慎有加 欲是更加讨得朱元璋欢心 安宠日盛 而胡威庸上台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扳倒刘基 当时朱元璋在 择权宰相名单时 曾问及于刘基 刘基对胡威庸持否定态度 并将其比作列等马 但这一次的心直口快 也彻底将胡威庸得罪 在胡威庸上台之时 刘基虽然已经向朱元璋 请求告老还乡 但这并不能让胡威庸安心 毕竟刘基即使离开了官场 但他在朝中的影响力 与号召力仍在 就连朱元璋也对他颇有敬重 而刘基本人对胡威庸的鄙夷 也使得胡威庸认为 他对自己的仕途很有威胁 刘基告老还乡后 胡威庸以他退休后 仍在谭阳问证为由 称其意图不轨 引得朱元璋不快 同吴六年 刘基因谭阳事 遭胡威庸构陷 入境谢罪 胡威庸成功地通过政治构陷 使得刘基晚节不保 被迫激流京城 郁郁而重 关于刘基之死 也有说法是朱元璋 前派胡威庸带医生探视刘基 他便趁此机会对刘基下毒 并最终得逞 无论如何 在自己心头大患刘基去世后 胡威庸的日子 确实过得更加舒心起来 他与李善长结成亲家 将自己的侄女 嫁给李善长的侄子 亲上加亲 势力更胜 随着胡威庸在朝内地位日益稳固 他行事便开始放肆起来 而胡威庸虽有办事才能 但为人却瞻横跋扈 因此颇受同僚憎恶 用现在的话说 此人是有才无德 他本人气量极小 且十分阴险 若谁在无意中得罪了他 他在人前不会显现不良情绪 却会在事后明里暗里 给别人好看 此外 他个性独断专行 经常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生将 对于下级送来的事项 他每每先行翻阅 看到对计不利的言语 便会擅自扣押 不让皇帝知晓 而他所掌握的权势 也化作了其敛财的工具 许多因故失职的功臣武将 都争相踏入其门 为他奉上各类金银珠宝与西汉玩物 用以换取他的提拔青睐 当时大将军徐达对他的行事作风 十分看不顺眼 这个徐达是朱元璋的发小 一路跟随朱元璋左右 是明初少有的得以善终的元老 徐达与胡威雍本就交物 再加上下属官员屡屡状告 于是徐达便将胡威雍所作之恶事 禀报给了朱元璋 此时被胡威雍知道后 他竟偷偷收买了徐达府上的守门之人 意图陷害徐达 最终却反被要收买的守门人揭发 投机不成十八米 从刘姬到徐达 胡威雍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昏招迭出 这也使得朱元璋愈发对他失心 胡威雍之死 关于胡威雍之死的缘由 后世众说纷纭 今天来介绍的就是 《明史记事本末》所记载的版本 红武十三年五月 朱元璋从西花门摆驾出宫 要去皇宫附近的胡威雍家中 那么朱元璋为何要去胡威雍家中呢 原来是当时胡威雍向朱元璋上书报告 说家里的警钟突然涌出了李全 此乃大吉之杖 此权的涌出正是因为皇帝朱元璋的治国有方 使天将祥瑞 已是表彰 此话一出 颇得朱元璋欢心 于是他答应了胡威雍的请求 摆驾出宫前去他家观看李全 参与酒宴 而正当朱元璋走到半路时 忽然路上冲出一个人影 直奔皇帝车架而来 并当场被侍从拿下 原来这个拦架的人是西华门内使 一个宦官 名叫云琪 声称有钥匙相报 只见他拦住马车后 神情十分轰张 说话颠三倒四磕磕绊绊 众人等了半天 也不见他说出个所以然来 这令朱元璋十分恼火 于是派属下将他刑法伺候 云琪右臂都被打得快要骨折 而他越急越是语无伦次 只得颤颤巍巍伸出手来指着一个方向 朱元璋觉察有意 就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 原来不远处便是胡威雍的住所 朱元璋当即觉得一定是发生什么大事 他才敢拼死拦住圣驾陈处 于是朱元璋命人调转车头 去到城楼上登高远望胡威雍府地 只见胡威雍府内重兵林立 接身裹战甲手持兵器 埋伏于墙壁与屏风之后 竟是御徒要谋反 这引得朱元璋震怒 他当即调动禁军 将胡府层层包围 一举逮捕了胡威雍 接着 朱元璋雷厉风行地将其处以集刑 并遣其九族 胡威雍死后五天 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 废除左右宰相 即可执行 而制度的善变与一族的鲜血 都难以平息这位帝王的怒火 胡威雍此事败露后 牵连者众多 许多他就日提拔的官员 仅案发当时遭遇屠戮的人数 就多达一万五千人之中 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公侯 李善长也因与胡威雍的亲戚竞家关系 遭人上书指责 但当时朱元璋没有深究他的责任 只对其从轻发落 但调诡的是 当时留下一命的李善长 却在十年后再次被状告 搞发之人称 当年李善长早就知晓胡威雍要谋反 却没有揭发 因此他也是胡打 这次 李善长没有幸运地逃过一劫 朱元璋就是重论 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全部处死 而在李善长死后 朱元璋展开了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 大局真不逆党 一时间人人自危 为了平复人心 朱元璋又特地颁布了朝世间党路 硬堪多册 发往各地 并小于臣民 都要以此为戒 就这样 跨度十年 前后约有三万余人 被牵连诸徒的胡威雍案 终于告一段落 而朱元璋如此煞费苦心的大半此案 其中更是用意颇深 君权与项权之争 胡威雍案的本质 其实不是他个人的谋反 而是更深层次的君权与项权的角力 由于宰相有协助天子 处理万机 并统帅百官的重权 也因此形成了至高无上君权 与项权间纠葛不清的矛盾 宰相制度 作为明朝以前封建社会的中枢制度 在历朝历代的实践中 与君权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 也正因如此 项权本身对皇权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 后世皇帝大多在研习这一制度的同时 对其进行处心积虑的设计 使丞相的名称 机构与设置不断发生变化 在朱元璋即位后 便愈发感到君权与项权间的冲突 他唯恐臣下权力过剩 会导致袁末宰相专权之事再度发生 因此他几次以内部派系斗争为意 使项魏不稳 最早的李善长在项魏不久便因病引修 而杨县更是因专权直接被朱元璋杀死 胡维雍接任后 比起杨县形势更加章断 朱元璋又调派了汪广阳担任右丞相 以牵制胡维雍赌权 有了前车之鉴的汪广阳任职时 唯恐赌权引朱元璋不喜 于是终日饮酒 事事调和 但这仍使朱元璋不满 病在之后被追责处死 仔细想想 明初的宰相 无论抓权还是放权均无好下场 这实际说明了朱元璋本身对相权的存在 已经十分不满 因而历代丞相无疑善重 飞象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中国古代军权不断加强的趋势 为明初宰相之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基础 而朱元璋的独断猜忌 和是求万全的性格又使飞象成为了现实 刺胡案以后 明朝再无成相 皇帝一人独揽大权 专治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胡维雍的仕途起落 其实可以发现 他所谓的官场政斗 在朱元璋眼里其实是无足轻重的 他与杨县 李擅长这些曾经的丞相一样 都是一颗任由皇帝挪动的棋子 他处在什么位置上 从来不是自己说的算 而全部取决于皇帝的机心 胡维雍之前的擅权装断 之所以被朱元璋容忍 只是因为他的罪状影响不大 钟其量连做家人 难以达成朱元璋拔除相权的目的 而胡维雍之所以成为 那颗搅动全局的棋子 一切也都是实事实然 他在合适的时间里 做了出格之事 而这些事情便成为了皇帝朱元璋 用以大作文章的由头 可以说 胡维雍是用他的身败名列 换取了一种制度的善变 军权彻底打倒项权 跳出时代的局限 回头来看明初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我们会发现 这其实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而胡维雍的谋反案 只是过程中的一个借口 就算没有胡维雍 也会有别的赵维雍 李维雍成为朱元璋 打压乃至摧毁 向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得不说 明朝的高度集权 构观上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 正是由于皇权的无限扩大 才使得大臣在皇帝面前 唯命是从 朝廷正是趋向独断真行 而个人的决策 一定会有出现披露之时 这也束缚了国家的良性发展 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进而制约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 在唐宋时期 我国的科技文化水平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而在明朝以后却开始逐渐落后 可以说 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 是导致我国社会逐渐开始落后 于时代发展潮流的原因之一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